詹喆 蘇貴 詹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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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失去 所以一個禪者的自然生活是不能夠失去的 現在人的苦失去了自然 有自能為的自我的所福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失去了自然 就等於是自我的約束 比方說 這個迷信就是自我的說法 譬如說迷信就是一種自我的約束 明天禮拜天不能娘婚女婭最好 所以這一天的日子不好 本來我們禮拜天男婚女婚就是最好的日子 但是我們說今天不好 禮拜天禮拜二結婚可能來都不方便 所以我以前禮拜一禮拜二結婚 但是親戚朋友來就不方便 所以這個人為的都是為自己作困難 所以這些都是人為的 是自己找出來的辦法 我覺得一個誠者比較必信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 我覺得一個學禪的人不應該迷信 應該要相信自己 這個自己的行沒有維護自然 自己的行沒有維護法則 所謂粗粗是好人 粗粗是好的日日是好人 所以我們應該回復到自然去 所謂的處處是好處 一人是好人 最後一點要向各位講這個 存在的內心的生活 最後一點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一個禪者 所謂的內心的生活 存在的內心的生活 有時候我們人是為別人生活 為人造假 為人忙 沒有自己規過自己內心的生活 所謂的內心生活 所謂內心的生活 就是此能盡無人意 但卻無虧無行 所謂內心的生活 就是我們無法盡量讓別人如意 就是我們只是求自己內心無愧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 常常在生活裡面 往往這個外景 主有它 太強力 但是我們人 有時候往往就是因為受到外景的阻礙 而無法去依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去做 所以 患得患失 不得安靈 所以 患得患失 無法安靈 有一個 叫做 被人手短的阻礙 他去跟 養起 防慧的阻礙 去學成 有一位 叫做 白衛首端詩師 他又去跟 養起 方衛詩師去學到 學到 學到好幾個不可惡 學了很久 他都無法開門 方衛老師也很掛念 這個 方衛老師也很掛念 誒 你呀 記得你的師父當初 怎麼開屋的呀 你記不記得你的師父 多初是怎樣開屋的呢 我的師父 差點愈好人 他一天經過橋的時候 在橋上睡了一覺 他開屋了 哦 我的師父啊 他是因為有一次過橋的時候 跌倒開門的 誒 你怎麼知道他在橋上睡著 你怎麼知道他在橋上 跌倒開門呢 誒 我師父 跌倒的時候說了一首治癒啊 因為我師父開門的時候 講了一首計 是呀 我有名祖一刻 久被陳龍封鎖 而竟陳豬光神啊 趙婆神何萬多呢 他誒 我的師父啊 那個時候寫呢 我有明珠一果啊 久被陳龍封鎖 如今陳盡光生 趙婆山河萬多啊 這個治癒的意思就是說 民族是邪名的 陳老是煩惱把這個民族解放了 現在陳老去呢 民族的關 出來了 就是劇烏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的內心呢 就好像一顆靈珠一樣 但是呢 被我們的煩惱封鎖住了 現在呢 他開門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話沒有錯啊 這個話呢 是沒有錯的 可是反規老師一聽呢 他就高興了那個乖的聲音 笑的那個乖的聲音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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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就跑了走了 這個方偉老師呢 聽了之後呢 故意用怪聲的笑嘻嘻嘻嘻嘻 劇烏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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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請問老師 幾天之後他忍不住就去問他的老師 老師 我講師父的這個寄語 有什麼不對嗎 你為什麼 哭哭哭哭哭 怎麼要笑我呢 他說老師 我那次講師父的手計 你去哪裡講錯呢 為什麼你會這樣笑呢 一個防悔老師就說 他說 你這個傢伙啊 一定有的沒有 我們廟門口的廣場上啊 玩那個喝把戲的人 這樣比那樣跳 就是為了把大家哈哈一笑 吳先生對你 哈哈一笑啊 你飯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著 你這個傢伙慘慘舞蹈了 你玩喝把戲的人你都比不上啊 有什麼一個成者啊 他的師父就說 哎 你這個人真是沒用啊 你看我們外面 有一個玩這個喉把戲的人 他這樣做 這樣去表演 就是要給別人 博得別人的笑 你呀 我這樣笑你一下 你就受不住 飯也吃不下 教你睡不著 你呀 連那個玩喉把戲的人都不餘啊 這博得別人受得了 在這一句話之下 他誤到 百聞手端呢 像這句這樣一個話之下呢 開門了 所以一個人呢 光世紀這個外面的境界情依 是外境的影響 所以一個人呢 如果他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影響的話呢 他就不會容易開悟的 兩道 一切 三道 往 伍 感谢观看